海浪的波涛汹涌的这个情况中间 就在这来看 那这个海岛 那个海岛 还想 哦 这个鱼在那里飞来飞去啊 跳来跳去啊 很开心 这个船长夫人就在旁边 对这个小女孩 就告诉她说 我的先生 在这条船上面 有一只鸟 叫做天堂鸟 她就开始尽她全身的力量 描述这一只天堂鸟 描述她 这个天堂鸟怎么样的美丽 怎么样的飞翔 这个天堂鸟是怎么样的可爱 描述到一半之后呢 这个小女孩就说 我可以看吗 我可以看吗 我到底可不可以看 这一只天堂鸟 这个船长的太太就说 好吧 我去问问看船长 愿不愿意让你看 其实有没有天堂鸟呢 有 但是呢 可能没有像他所形容的这么好 没有想到形容的那么好 于是他就说 我可不可以看一看 于是这个船长的太太就说 好啊 你等一等 其实他想拖延时间 让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呢 转移这个小孩子的注意力 他不过单纯地想 陪伴这个小女孩而已 于是他就去 走了之后 就交代一个服务员 船上的服务员说 你陪伴他一下 我等一下就回来 这个小女孩 五六岁的小女孩 1815年出生 五六岁的小女孩 就坐在甲板上面 她就一直告诉这个服务员说 我要看天堂鸟 我要看天堂鸟 带我去看天堂鸟 那个服务员不晓得 她是瘫痪的 结果没想到 在不自觉的中间 这小女孩就抓住 那个服务员手说 带我去看天堂鸟 她心中充满的渴望 充满的热切 她因为这一只天堂鸟的缘故 她完全忘记 她是一个瘫痪的小女孩 抓住她 然后就很慢地就站起来 瘫痪了 从出生瘫痪到五六岁 就站起来 告诉那个服务员 那个服务员 还是看不出来 还是看不出来 她就很慢地站起来说 带我去看天堂鸟 于是这个服务员就说 好啊 我们去看天堂鸟 就慢慢地走 以为说这个小女孩 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 比较软弱 所以呢 她不晓得她是瘫痪的 她小女孩就跟着她 一步步地走 一步步地走 弟兄姐妹 故事的结果 这是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结果 是这个小女孩 从那一次 渴望看天堂鸟之后 就起来行走了 她为了渴望 看见那一只 可能是故事中间的天堂鸟 就忘记了 她自己的情况 她完全到了一个 追求忘我的禁地 长大之后 她仍然把这个忘我的功夫 用在她的文学上面 这个人 后来得到了全世界 第一位